南投市受政工在議員宏明科的主持之下 為了通過連續三年的南巡祈福考驗 以步行的方式橫跨台灣六個縣市為民眾祈福 議員曾正也對於參與信眾的虔誠精神感到相當敬佩 我們這個首頂宮是在我們今年里 寶貝的地方由我們的官議員 紅兵庫先生率領平定是一禮拜 對我們的南投市寶貝的地方 紅兵庫先生率領平定中央一禮拜 這個很堅信的這個聖南信徒非常不簡單 都紅兵庫長到哪裡來回大約四百五里 可以說這個聖南信徒真的堅信 熱鬧的鎮頭繞進活動 展現台灣傳統宗教文化 吸引許多民眾一路上跟隨圍觀 總是看到這個好時好日 今天萬萬來完成這間的聖書 最主要就是我們北極憲年最大的 我們要來發揮他的行為 要來建築 所以說在我們阿庫 我們主席 以及共主 我們紅兵庫的大領 主任委員 我們林文翔的大領之下 今天 總是十萬萬成功 議員紅明科特別感謝議長何勝峰對於南巡旗捕活動相當的支持 並表示這次受政公徒步南巡旗捕活動 能夠圓滿成功 是所有參與者的功勞 何勝峰 何議長 對這次 我們受政公現天上帝 第三年的南巡旗捕活大領 來跟受政公 配合全力來倒下手 在這裡 阿庫代表受政公 省令會 所有的工作人員 向議長 說一個感謝 這次大力 來跟第四公 建築 第四公 在這三年 萬科年 今天 已經來回到南巡旗 受政公 安祖坐月坐好 所有的平安 順利 大家都看在南巡旗 相信 我們天天上帝 一定來保佑 我們老婆 眾地主 大家平安 大家順利 受政公不僅是地方上的信仰中心 對於在地的學子 也是相當照顧 期盼藉由年輕一代的參與 能夠將台灣傳統的妙語文化 有趣的傳承下去 明義新聞紅甲眼南投採訪報導